江夜二的大结局是《桃山光明记》结束后 浩天终于认可了宁缺的存在 宁缺打算携手浩天去人间看一看 一来是为了散心 二来是想让浩天沾着人间之气 把浩天留在人间 那如果按照小说的剧情发展 江夜三都会讲一些什么呢 西陵《桃山光明记》实际上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首先浩天想通过召开《光明记》打通回神国的路 但书院 西陵神殿和道门都不想让浩天重回神国 对于书院来说 浩天跌入凡尘本就是书院计划的一部分 为此夫子不惜登天化月 所以书院就是要把浩天留在人间 否则二者合一 不仅与天战的夫子会很危险 打破浩天世界规则的计划 也将彻底化为泡影 对于西陵来说 他们本身就是浩天世界下最忠诚的信徒 能跟浩天朝夕相处 是他们生平最大的夙愿 所以他们巴不得浩天一直能留在人间 另外如果浩天坐镇人间 他们西陵就会空前绝后的强大 以此击败大唐统一天下 建立西陵王朝都完全不在话下 至于道门 灌主陈某觉得跌下凡尘的浩天 已经不是当初的浩天 他已经有了人类的思想 所以道门认为如今的浩天 已经没有能力再保护人类 灌主陈某进入清静境界 本身就是对浩天最大的背叛 所以坐在轮椅上的灌主 早就在想如何消灭浩天 灌主联合南海大神官 捣乱光明记 一来是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陈皮皮 第二就是想把浩天留在人间 陶山光明记的失败已经铸成 即便是浩天也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宁缺在提出周游世界的想法后 浩天直接就答应了 有一天他们来到大河国 宁缺看到大河国内的喜庆景象后 非常的愤怒 因为大河国正在举办喜事 其中新娘正是宁缺的老情人 天下三痴的书痴 墨山山 这书接上吻 原来大河国王书胜 喜欢徒弟墨山山已久 在强扭不成后 王书胜动起了得不到就毁掉的心思 于是在他的安排下 大河国国王即将迎娶墨山山 大河国张落的有多喜庆 宁缺的内心就有多愤怒 离京都不远 有座墨干山 山腰间有片净湖 传闻中 书圣幼年研习书法时 习惯用湖水洗笔 不过数年 这片湖便被笔墨染成黑色 所以这片湖被大河国人称为洗笔池 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 那就是墨池 此时墨山山正收拾行囊 因为她准备离开这里 全天下都知道 墨山山喜欢的人 是书院的十三先生宁缺 墨山山心里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她不打算坐以待毙 如今她已是天下间少有的神附师 她要走 这世间能拦住的人还真不多 另一边宁缺带着浩天 直入大河国王宫 皇宫守卫 剑如雨下 但她是浩天 即便是柳白的剑 也不能进入她的世界 更何况是这些凡人 皇宫内 一名传言的报道 有人强闯皇宫 随后宁缺出现在皇宫大殿内 王书胜指责宁缺大胆 不应该参与大河国内部的事务 宁缺正憋了一肚子气 没处发现 两人大战一触激发 王书胜是世间超一流的强者 多年前便已入知命巅峰 宁缺也不是普通人 不提她在书院里习得的本事 单论福道上的天赋 也是举世皆知 如果不是世间还有个女子 叫做墨山山 她便是世间最年轻的神服师 王书胜掏出了自己的本名物 那是一只毛笔 她在云上写了篇大狂草 宁缺挥动沉重的铁刀 向着那片写满了字的云斩了过去 是一道异字符 两人使出浑身解数 最终一声巨响 王书胜手中的毛笔断了 王书胜被震飞 喷出无数鲜血 她神情有些枉然 她对自己的辅导境界 非常的自信 自信就算是颜色临死前的那一战 与自己的境界也不过相差仿佛 她看着宁缺问道 为什么 宁缺想了想后说道 大概是因为 你不能赢我 来书界上吻 王书胜在大和国王宫大战宁缺 王书胜原以为 这是一场碾压局 结果自己却被年纪轻轻的宁缺击败 王书胜不懂 这时殿侧传来一道声音 因为我不想你赢他 浩天背着双手走到殿前 抬头看着空中那片王书胜写出来的乌云 说道 急云的手段不错 只是 这云脏了些 王书胜是西陵神殿的客卿 亦是浩天信徒 他自然知道 浩天在人间的消息 他站在了浩天的对立面 焉有不败之力 只是他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大和国君脸色苍白到了极点 浩天看着他 面无表情的说道 取消婚约 大和国君非常的为难 如果毁婚 将来自己如何取信于大和子民 浩天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不当不就成了 说完 浩天往殿外走去 在他即将走出殿外时 他回头看着王书胜说道 我本对你有些兴趣 因为你敢于称胜 想来总有些不同 但你令我很是失望 白柳敢向我出剑 你却连向我出手都不敢 他是剑胜 你有什么资格当书胜 从今日起 你便叫王书 王书胜自此刻更名为王书 因为他被浩天把那个圣子去掉了 就这样 这场大和国王与墨姗姗定下的婚约 在浩天出面后迅速作废 同时 大和国国王一主 整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 连一盏茶的时间都没有用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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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